习在印尼啊,习的战略这次就是主动出击 你看到了吧,他有战略的,他拉荷兰,拉德国,要芯片啊,要工业制造啊 打英国,英国有什么要,你告诉我,中国的英国有什么 香港我也拿回来了,我对你没有任何手涂了,我也不想刀女王 我也不想死的跟女王埋在一起去,他有什么想涂的,你告诉我 然后呢,对待美国就是什么,就是忽悠,就是用蓝金黄拿下某个人 然后彻底改变美国,他们也不抱着幻想 但是能脱一天是一天,让美国就是给他最大利益化 我绑架你,我有你的国债,我有你的一万多亿的投资 然后你是一个最大的市场,你敢把我干瓶了,你这个金融就崩溃 反正就跟你玩了,用你到中国去讲故事 你看美国人又软了,美国人又不行了,美国人又可歇了 美国人来开会了,从唐拉哥什么百人,有一百天会议 无数个这个谈判,就让他们来,美国还一定会上当 这回台湾保护法案基本上就败了 然后就打了机会打台湾,他就认为,我打台湾的时候 我要给你一个理由了,你不出兵 谢谢大家